接受不了 男人也接受不了 他不适合我 穿衣打扮那些就是 我接受不了 人也本身没毛 就是不适合咱 这次的相亲 比网恋奔心还要恐怖 大哥一辈子没找过老婆 第一次相亲就碰上个打扮怪异的蛋挤 吓得大哥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这次来相亲的是53岁的王大哥 怪不得找不到对象 就着打扮 那夜老用铁链都说不住你的姻缘 大哥你这衣服是祖传的吗 大哥你这衣服是祖传的吗 咱都快把它纯包浆了 还没舍得扔 你眼看和穿了块麻布似的 长得五迷三道的就算了 穿的还拉里拉他 你不行让夜老学学电气汉吧 要不真找不到对象了 我为啥 那天找对象 我担了些年 找一个就结婚 我这十八十十很容易 给我介绍对象 我还不是足备 都能相弄的也是 我年轻二十多上半事不这样 那天头也挺冒险 不像现在就拔顶了 到四十大了 年轻人挺好的人 但是一提钱就完了 你想找好的找不着 像我这没结婚都属于怪事了 我自己都知道 你哪也不结婚呢 大哥平本是硬是单身了五十多年 眼看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晚上孤独了还没人说说话 现在就想找个老伴共度余生 爸哥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是特别简单 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 我干啥我不结婚 我现在找一下 不需要票 那晚上见识多了 就是啥呢 我不要去搞 还票了呢 那都是过言言语了 没用了 现在就找个实用的 你看俩人在过呗 他要先没了 我发送他 我要没了 他常用过一把灰链 我剩骨骨 一盒都不用买 写带一桩 只要是女的会喘气的就行 漂不漂亮无所谓 有人能跟自己就不错了 红娘特地给介绍了 五十二岁的江大姐 这发型刚见面 我还以为师妹大哥呢 实在太是毛了 大姐 你这个发型啊 我自己叫的 自己挺特别呀 就好像很少看到 我都没敢穿好衣服 我就特意简单穿 他告诉我 说你不能打不太羊 你条件好的吧 怕你不敢要我 看我太野 我穿的银子都 都敌了毒带素的 都可羊气 大姐 咱打扮的可以接地气 但是咱不能接地府啊 那发型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 一般人真接受不了 得亏是去相亲 要不大姐能打扮的比这还野 他说我 你不能打扮太野了 我说看你男的一看 人心都怕养不住 别看打扮的这么凶声恶煞 大姐上一段感情 就是因为家暴才离的婚 总续酒 总揍我 喝完酒一次我啥的思维 天天处理玩的 我也讲不了 再没有没办法 最终就选择离婚 我就是家暴 大姐啊 你说这话我怎么有点不信啊 就你这架势 你家暴别人我信 谁敢家暴你啊 红娘马上安排了俩人见面 刚见面就吓了大哥一跳 接受不了 男人也接受不了 他不适合我 就穿衣打 那些就是我接受不了 人也本身没毛 就是不适合俩人 大哥说的也太委婉了 就大姐这妆办 去眼聊斋都不用化妆 既然来都来了 干脆先聊个五毛钱的吧 大哥上来就表示自己高倔压 身体也不太好 我这吧就是身体不太好 我这有啥说啥 我糖尿病 完了血压还高 就是这事儿的 我这不能也完呢 糖尿病挺高的 你看打预抗症我都没打 将近200就高血压还 200啥样子的呀 真的老高 哎呀就大卦了 这有那么高吗 没有 我这最高下是9140 那你这整到200 你啥意思说到200 我这咋说呀 咱不能说别的 心里不得劲 那不能这么说 大姐打扮得太是毛了 一般人接受不了 感觉两人搭的扣衣 感觉不搭的扣眼珠子 反正我的眼珠子都扣完了 反正我就没有感觉就是 你从脑子到 从那发型到穿衣上 到那脚底 都不行没感觉 它不是就我想找那样 就这个意思 咱你没看好是咋的事 咱也就喜欢穿衣 那能让它改变吗 它都穿了50年了 就画画好几十年了能改变 改变不了 大姐为我改变也挺累的 是不是这一年呢就活出自我了 不论为谁说改变自己 是不是活出自我了 我俩我真的不合适 最后俩人也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散会 经济方法你想咋办 你想怎么办 我就答应你 我最起码拿出2000块钱了 完了你再拿出800了 完了你再拿出800了 我要包一块 但是2000块钱我就够了 800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你管着 都说狗改不了知识 人改不了变脸 大爷你上位子是变脸魔术师吧 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被女人伤透了心 却仍然不死心 还想再找个伴 老了也能有陪伴 今天的大爷情络 那叫一个求取十八万 坎坷的简直没眼看 大爷跟第一任妻子的故事 就是黑道大佬遇上小白兔 只不过小白兔的是大爷 怎么说呢 这俺都一会儿糊了 一个四个月的孩子 老了不要了 我不能说我爸我妈 还有妹妹 我们一帮帮子伺候拉大的 我们两个只要是记个两句 他就动我 晚上睡觉枕头底 后来我那天上到家去 跟他爸唠了磕说了 我说爸 我们两个前两天记个了 你没打了 我从来不动女人 我不动一只手指头 所以我说怎么回事 一说 他爸当他宫里面说 这拳啊 你让他点吧 别说他挣着刀 他看见他都敢呢 这是他爸说的话 这会儿过了有两年 半年不到吧 果然把我砍了 哎妈 你这婚姻的监狱还真是走对了啊 都到这样了 只能离了 没想到一婚的老爸没了 二婚的还跟自己耍心眼 17年的时候 我那个得了一个病 在儿园住院 所以当时手业押金的话呢 要两万 后来我说你拿这卡去交去吧 去了 当时一看他说不够 我说那你那钱先交了吧 他说我钱不够了 我说不够那你回家吧 回家求折 再求折上有 第二天是第三天吧 他出去有事 手机忘带了 完了这晚来了个短信 我打个一看 说北约工资是三千多少 这余额是三万不到四万块钱 当时我脑子一只软一哟 我说你要这么多钱的话 不可能是没钱的 你是两口子 你怎么这么给我玩几眼啊 所以这事完之后我就想了 我的工资卡不能交给他了 这老办是天然飞窝一只鸟 都要给他拔个毛啊 大爷说了 不仅会跟他耍心眼 大难临头还各自飞 咱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回到姑娘家了 自己直接就把我扔到家了 不管我了 我说你把姑娘叫回家了 因为姑娘大学毕业之后吧 在我这住了三年 三年什么吃了喝了 我从来都不要他一分钱 我把你把姑娘叫回来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 我互相承议我照应 大家不喜欢 这个时候了吧 我不能管你了 我不能不管我姑娘了 走了 走了这两月 这两个我自己是 哎呀 那日子咋过的 那就别说了 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挺有看法的 虽然说疫情来了 你不能不管我姑娘 但你也不能不管我 把我扔到旁边了 第二波疫情又来了之后 他又走了 走了跟我说 我说要干啥 他说不议我再回家 我说你再回家 我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要考虑 他说不行了 我再来就离 我当时也挺矛盾的 就是我现在这个岁数了 如果离了之后 倒不是找不着 谁都能找 但我这七年的感情 复制东流 白瞎了 我再找的话 再重新培养感情 重新干啥 也挺不容易的 但后来我也想 完了别人也算我 你留住人留不住心 二婚二婚 躺在床上不一心 这也不是一路人的 诗和嫖赌样样不沾 怎么就散了两段姻缘 大爷是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都散了 总没总结过 自己又傻毛病了 有没有啊 我也想总结了 我总结的一个 就是傻 我自己 你说我 我要真实把总结 比如说我要是 吃了 喝了 嫖了 堵了 我什么都不沾 你说我毛病在哪呢 叔叔是觉得 自己做得挺好的 是吧 我不说我做得很好 但我自己找不出毛病了 失败的两段婚姻 把大爷打击得为你故意 但大爷岂是迟中落 天晴了 雨停了 大爷又觉得她行了 自从在节目中看到大妈之后 大爷是深深的沉沦了 叔叔 那你说李平阿姨 你也看节目了 知道她腿可能不太好 那以后一点老了 有病了 那肯定那是 肯定常的事情了 叔叔 那又真干啥的话 真的说 比如说我们两个 把灯子寄了 禁灯子寄了 明天他就犯病了 那我就得复赐儿了 我那个药吧 都给谁预备了 给谁预备的呀 一瓶 这是啥药啊 三剂 三剂粉 十斤火血 因为我也用过这药 这啥时候买的呀 这买了三个 三个月了吧 咋的给电视上看完 向中他的就买了 你看这个吧 这是啥呀 这是给他晚上泡脚 脏黄花泡脚一玩 还泡脚的 腿脚马木疼了 啥的都管 我还没说吗 这要是你登记了 两个人干啥了 第二天就犯了命了 那是你 就是这种验 虽然没到一块吧 但是我已经装进他了 个儿吧 不算太高 但是一看面线 一笑的话 这人感觉吧 他特别和善 他不是那种 叽叽叽脚 就是那个 他不像在玩心眼的人 关键在这儿呢 大爷是情人眼力出西施啊 面都没见海口就夸 这么大 可别到时候给笑脸了 那就是竹篮打水一上空 得知大爷相中自己的大妈 那叫一个猫 他到底相中我啥了呢 这次相看那个书是吧 也是同桌了电视 相中你的 他相中我了 他相中我哪了呢 他觉得有个疑问啊 不敢粗意呢 来之前跟我说 还有点担忧啊 有啥担忧的呀 他哥太高了 哈哈哈哈 你有信心的能整个阿姨 现在我阿姨有学舞 这啥就做了 哈哈哈哈 更有自信了 更有自信了 那就不咋 那有的时候 这个啥都不差 只要是演员到了相中你了 其实那些都是无所谓的事 阿姨 对 那也是 见见面吧 行呗 那就见个面呗 没成想刚见面大爷 就整出个大惊喜 阿姨 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江正全 嗯 江正全 叔叔 嗯 嗯 因为我看你这时候过来了吧 嗯 等会儿叔叔我看你这是啥 我先跟他对一下 我一会儿是你 先跟他对一下 我看这是啥 哈哈 我看这是啥 妈呀 这咋是手机平保的 不是我阿姨吗 你搬口罩让叔叔都一样 我搬口罩 一样吗 一不一样叔叔 一样 不是那你平保 咋换上阿姨了呢 这个等于我在那个手机 上下载 下来吧 我以前也没看着呢 然后就换上平保了 就三个月了 我就自己找手机 一下载 翻到 翻到 我一下子就过来了 阿姨快看看 爸 你这叔叔可以找的你 太阳大嘴就是笑 哎呀 这乐得多好 你看我这样一点 他就是搁那个节目里接的服务 哎呀 我也没允许过你 我管不住 没事 我管不住 你允许 我也没见不着你 放到手机里头 撑起来撑起来 你喜欢我还感觉挺荣幸的呢 哈哈哈哈 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喂 大爷你是每天都靠着大妈的照片度日呢 商业护花完了 大妈觉得该展示下她的实力了 家就说说我家里有病吧 我家有病将近有20年了 他好像40左右就有病了 脑出血脑梗 一直到60年就没了 这些年都是我们伺候的 他的身体也得好 跟着个人 得网190多斤 这么多年了 一直伺候他这些年 伺候多年 十多年吧 将近20年 15年吧 躺下15年 15年 嗯 那也顾理枪累的 正常 生病人可真不容易 咱们必须得伺候 因为夫妻异常 那你今天要是比如说 进了我家了 明天我就倒下来 那就伺候你吧 那不有责任吗 说明咱们有缘 有那个缘分 我女儿都得孝顺 我跟我女儿送了 我周不动的 我跟我女儿一起周 因为我家里 190多斤 哥也跟你似的 我这儿就喜欢高歌 我当时找对象 我一找就是高歌 你放心吧 我姑娘都得孝顺 穿着孝福拜天殿 大爷这是悲喜交加 大妈的真心流露 说到了大爷的心坛里 大爷那叫一个感动 觉得自己更爱了 那一句话说了 你要今天有病 我明天宰一个宰一个上 我在这管 这句话就值钱了 我现在考虑出证了 是 我看你有点感动了 反正有点心动了 有点心动了 就因为这一句话心动了 那当然了 那这句话吧 女人又能说出这句话了吧 就不容易 我跟你说 我这心特别软 我家那我伺候多年 将近20年 像他也是一样 你真有病了 我和我姑娘 我能动我都照顾你 那很正常 和夫妻一场不容易 那都是缘分 你说对不对 小样 这还不给你迷死 眼看大爷已经被自己拿下 大妈准备趁热打铁 看看经济方面 大爷怎么想的 经济方面你想打完 一想怎么办 我就答应你 钱不主要 眼睛一闭啥也带不走 要钱干啥呀 够吃够喝就可以了 我家这个房子 贷款完了 去年前年刚还完 我的工资2000多点 刚还完 刚还完 但是我的工作 我从来都不拿 咋说不拿呢 还完了之后吧 我姑娘就这么说一对 妈呀你钱也不多 那个你那个钱呢 你就涨着吧 以后老了 一旦有个啥毛病啥的 你拿出来 完了看个病啥的了 完了月月的 我的那块钱都 我姑娘够大 一千两千的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啊 每月我最起码 拿出2000块钱了 完了你再拿出800了 完了你再拿出800了 我再包一块 但是2000块钱我就够了 800只不是一种形式 你管着 先吃个用着 过了一年回了没之后了 我啥也不管 大妈心想 自己这是二小做梦娶媳妇 白高兴一场 眼看着大妈 跟双打低鞋子一样年辣 红娘决定单独问问 俩人的想法 当家我不当家 你一个月给我往手机上打1000块钱 领花 你卖个菜的啥 我不能想过你要给我十块 给我把块子 不得劲 因为各家都说公司经常打 我的工具暂时先不拿 剩下的它是三千多块钱 他先打 他当家 至于说以后要往当家 那是以后的事 咱们出好了 完了再拿 这一块钱1000块钱怎么用呢 是用于单独的用于他自己的 还要是拎自己的在家里的 我给他叫过来 你问问呗 那你行啊 经过红娘的调解 俩人打算坐下来重新唠唠 大妈也不当迷云了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图你钱 是我以前就这样过 不但你给我那钱 用在咱家 用在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喜欢啥 想吃啥买点啥 省得关你要钱了 要个十块二十块 然后就有点别扭 你就给我打到手机里头吧 为了咱们家 自己买啥方便点 是咱俩过日子之后 是咱俩过日子 现在的钱我先不掌握 你不说吗 过个两三年之后 你愿意给我你再给我 现在我不需要 知道吗 明白了 我家里头不用我一分钱 现在我的工资 就那两千多块钱 我从来都没开过 都是我姑娘给我钱花 我跟你过日子的时候 那看啥样 我姑娘觉得 妈呀你要有钱呢 背着还得给我打点 我告诉你实话 那是你再不能管姑娘要钱了 啥样的那是姑娘 她就是你那个心情 你不会没钱的 都这时候了 大爷还不忘顺手画个大饼呢 大爷现在是一招背射药 十年怕警生 又想找女人 又怕背电剂 我家用不着我钱 你害怕了 你肯定是遇着那位害怕了 现在就是从走在一步的话吧 是麻肝打了两头怕 咱慢慢来 是不是这么回事 接着急慢慢来 我觉得说实话 两头怕 因为啥 你两头怕啥我跟你说 你是那一个就害怕了 我都不知道害怕 因为我没遇着过 所以我不害怕 我跟你就像是说 咱们遇见了十一十一过日子 相断到老 知不知道 相断到老 好家伙 这是连环机关炮吗 根本停不下来 大爷直接被堵的插不上话 急得大爷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咱们都自己过日子 都有啥也不缺啥 这要是我缺穿的了 我这钱不过 我跟你说一下 我相对应该能够买的 那你要出去 对不对 那你就能够买了 那还要说吗 那是不是 那别说我出去了 谁又看市场 走超市我看着了 这不菜价应该买了 你倒是买来了 对呀 那很正常吧 那你这不能上我家来 那你跟着干啥吧 我都不能说是 我的钱我搁着 我说你掏钱 不能这么做 咱俩留着背着 我这手机发没 我都不用你掏什么钱 最后大爷终于插上了话 聊得根本停不下来 红娘还在干啥呢 别当电灯泡了 赶紧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如果说我的钱 我的工资要不够呢 你就添不点 如果说你要是够呢 你的工资不就攒下呢 攒下等将来以后 就是说有个啥事用 两个人 就是最起码能攒一个人工资 总得留点过河钱 是不是 今天来相信的这位大哥 可以说是大象的脑袋 憨脸皮厚 不仅要求大姐的退休间 拿出来一起养老 自己的钱还要给闺女还房贷 真是山里的狐狸又奸又滑 算计一个顶两 便宜都让你赚了呗 这位算盘敲得嘎碰碎的张大哥 今年58岁 退休金每月5480元 有房 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离婚之后 孩子胖了他了 后期我想孩子 我就把孩子也要回来 我就独自带了 待会儿姑娘 反正我有笨头了 因为放不下孩子 大哥最终拿下了孩子的抚养权 两年后 大哥再次踏上了 开往春天的列车 没想到这次的春天 同样不怎么美好 因为感情不合 两人经常吵架 而大爱的闺女 就这么无辜的 成了第二个妻子的出席筒 那时候他跟我俩闹别扭 就是做闹 我说孩子放学 让孩子上到老家去写作业去 他就在门口 好我姑娘就好两千忙 夸夸这么临 不让我姑娘走 后来过七级眼 让我一个电炮给周 周跟他 我们俩第二天就离 因为自己的婚姻给闺女 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大哥很是自责 从那以后 大哥再也没有考虑过 自己的个人问题 直到女儿成家立业 大哥这才放心的开始 寻求自己的爱情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每次相亲都因为 这个房子失败告终 那时候买这房子的时候 我贷款我贷不了这么多 因为我工作年限有限 我后来没办法用我姑娘名带 有的感觉我房贷有压力 感觉我这房子是我姑娘名 我还得约约还房贷 这等于给我姑娘还房贷 我说你们那么想不对 我住的房子 房是我的 我能说让我姑娘去还房贷吗 不管说我的名还是孩子名 就假如说我互找个伴 不管说那谁走了 那你也不能说把老伴给撵出去 你有居住权 我姑娘她也不可能说年龄出去 我相信我姑娘 我这当爹的这点 那个再没有那不完了吗 可拉倒吧 房子是你闺女的名 真等那一天 你两腿一蹬 你闺女把人家撵出去 人家也没辙 最后给老太太留下的 只有一滴鸡毛 你小小算盘打的倒是嘎嘣响 可人家大妈也不是属羊托的 别看条件一般般 但也不是什么样的老太太 都能入得了她的法眼的 我就想找一个人本质好 身心健康 能有个双宝 没啥复杂的 就是说丑子对演员 真一真一踏实过热了就行 根据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找来了今年49岁 每月工资3600元 当过兵的任大姐 看着吧 随意看 行 你也记住了 这是我姑娘舞 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就是骑行 就旅游骑行的用的装备 是不是 没啥事就人家一拔一拔 感觉挺好 怎么觉得好 就是彼此的演员 戴上我的我最好 挺宽伤挺简单挺干净的 我平时有时候没事做羊弹 人家塞太阳了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 合格的嘱咐 大哥一大早就开始准备 今天的午餐 结果两个人在闲聊时 大姐突然抛来的灵魂拷问 彻底让大哥慌了神 你能喝酒吗 你喝酒 酒也能喝点 你能喝多少 也叫二三两酒 但是酒我不总喝 那喝完酒就是 啥状态啊 我喝完酒正常啊 正常是啥事的 就是你这人脾气好不好 脾气挺温顺的 其实还行 大姐那一他问你 喝完酒啥啥啥酒 从来没那喜欢 这一点不用担心 说到明 扯到黑 依据说措权的吹 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 大姐对大哥的好感倍增 大哥也是凶窝里栽牡丹 说不出的欢欢 为了庆祝有缘相识 大哥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美酒 今天咋想喝了呢 你们来高兴吧 高兴就喝了 大姐来高兴啊 没有你们 我咋能认识这个美女 是不是 大家来了都是朋友 有缘的就结为伴侣 无缘就结为朋友 那么会说 你两年 会说啥 一人你非常高兴啊 那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平时 从头部 偶尔上公园 留的留的 一样都差不多 机车的玩 可以有三碗水的 总该有点爱好 要不就没意思 真是夜壶 按个黄金嘴 真就是嘴好啊 三两句话 就把大姐给烙的心花弄放的 不过瞅瞅 大哥这大刚的 像是顶多喝二两的选手嘛 就这架势 绝对是酒桌上的主力军啊 看着气氛 搞得也差不多了 为了不浪费感情 大哥决定 先把房贷的问题 拿出来烙烙 我退休金五千四百八十多 但是我有房贷 房贷一约得还两千四百多 你都已经还多长时间了 还好像应该八年多了 那还有多少时间了 还得有十一二年吧 我除了这房贷吧 就是没有 就是硬核压力 那看你自己挣的点钱 挣的钱是退去老保家 你现在打工的钱 那我又觉得你就是这个收拾支出 应该还可以买 可以呢 承受得了 而且你已经还了八年了 不像是刚刚买房的样子 关于房贷 大姐很是大度 毕竟人家是用自己的钱还 咱也挑不出毛病 一个月五千多的退休金 还完房贷不还剩三千吗 结果大哥的野心可不止这些 我的钱咱们生活了 拿什么养老啊 找爸的话 组成家庭了 家里头生活当中 这些琐事 你怎么支配 钱财方面 那你觉得这方面应该咱呢 我就说呢 很简单 就是说呢 两个人 不管说我的工资也好 还是你的工资也好 假如说你的工资你攒起来 那可我钱货 如果说我的钱 我的工资要不够呢 你就添麻点 如果说你要是够呢 你的工资不就攒下呢 攒下等进来以后 就是说有个啥事用 两个人就是 最起码能攒一个人工资 总得留点过河钱 是不是 这大哥是心中有狗 真能算计 牛角抹油 又煎又滑 你的钱给闺女攒楼 大姐的钱给你养老 这如意算盘 打的一事真到位 大姐听人劝 吃饱饭 真要跟了这哥们 小心被他刮得连根毛逗不上 你看他可以就是说 可以你什么交房贷 他交房贷 我两个工资还放在一体 就是说我 我自己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就是 其实对我来说 就有点空间 他还要求我说你们自己都用自己 你攒一张 你以后有什么事你能骂出来 我就感觉 我心里有点自助 多多少少有点的好 不舒服 我也应该 有一个固定的 就说我永远攒一天没钱 就归我自己 或者攒了钱 就这个东西就他 跟他没关系了 然后剩余我的钱 我都可以交给他 他管 因为我也不会理财 我也不会管 看来在爱情方面 大姐还是理性的 毕竟是厚造的夫妻 没有共同的子女 大姐又没有儿女 每点积蓄真要出了什么问题 大哥的闺女能管吗 得知大姐的焦虑后 大哥也趴到嘴的鸭子 就这么飞了 于是立马改变了心意 人家啥意思呢 人家要给记 咱们留点过河钱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他开三千六百块钱 然后人家 把这一千六百块钱攒下来 他这个钱就攒了攒了 他自己留着了 然后这两千块钱拿出来 跟你剩交交代的钱 你们俩放在一起花 这能不能接受啊 能 但是他工资我用着花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你刚才就一直说 让大姐把钱攒点钱 那意思 我刚才我说就是那意思 我跟你嘴笨 跟你解释一下 就刚才那个问题 我不需要花你工资 我的工资 足够赚点生活费 另外我不说 跟你谁分心 就说 就像你说 什么拿着多钱 自己存多钱 不需要美 你的工资 你就多随 你这样说到 我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反过来 就是说 我也不可能那么去做 就是我 我自己都展 我自己怎么能 也不能那么自私 但是我要的 就是你这句话 就是 如果说你要是不反对的话 就是说 咱们先以朋友之间 交往了解了解 真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刚才还张口闭口 让大姐出钱 不到一秒就变了 既然牵手成功 咱也不能说啥了 希望大姐没有看错人吧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小迪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按你们的小咖 我们评论区见 咱俩要处好必须得登记 登记了正是夫妻 说拿我这当你先 个亲人老伴 别拿我去 整个保姆 你伺候我 一旦你要躺在炕上 老陈给你请大夫 端趟脑腦腰 你别说了 我感动要出眼泪了 我给你擦屎擦尿 我不会打断那样的 快点的 老陈能服务辛苦 相亲现场 石胜大爷对着大妈 真诚表态 让大妈听了既高兴又紧张 结局舒服了 今天来相信的是 陈凤学陈大爷 别看大爷今年已经七十多了 但看上去 却依然年轻硬了 七相六十多岁的人 咋保养的啊 这么好啊 你就是年不年轻 少不少型 出于粗鸭头 出于血统 我老妈上八年病故了 但是头还没全买的 牙一个没掉 九十一岁 九十多岁 病故了 原来陈大爷是继承了家族的长寿基因 所以整个人看上去既年轻又健康 再看陈大的家里 也收拾的既干净又整洁 你当过兵吗 没有 这鞋都蒙着个小链 那我这 他落灰 我现在 现在四十到了 尾声分分分唱了 年轻时代 我就比较干净 除了干净之外 陈大爷还会做一手的好菜 糖醋焦之鱼 溜一段 我手心头 那这么优秀的大爷 会有什么样的择偶标准呢 找一个 六十五到七十岁左右 超七十岁就不打算看了 女人不看老 体质健康 白净一点 白净一点的 身体没啥毛病 大毛病的 皮肤发黄 皮肤发黑的 我就不打算看了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希望您的 站个 中农以上的 这个 荣毛体格 各方面的情况 了解了 陈大爷的择偶标准 红娘给他 物色到一个合适的大妈 杨大妈 家住吉林省农安县 而她却更向往 农村的田园生活 那杨大妈 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年龄上呢 有啥要求 年龄没啥要求 别不批我小就行 四十大的吧 他比较 注重那个家庭了 他没有啥福心了 听了杨大妈 对另一半的要求 红娘决定 让她和陈大爷 见上一面 二人进屋后 陈大爷首先 打开了画匣子 了解完彼此的性格 杨大妈画风一转 直接开启了另一个话题 你们家那没几年呢 没 十九年嘛 没那么些年了 那你得找啊 我 后期 又通过 没人给我介绍 第二个老婆 过了五年 闹点矛盾分歧的 分歧通过 亲的朋友 又穿了回来的 定的要发一张 啥定的呢 就是姐姐的工资 咱俩一家一包 她后来 七万斤了 都要存在本上 我这都存在本上 说起自己的婚姻 陈大爷的话语如 长江之水 滔滔不绝 说完第二任 还有第三任 第三次婚姻 三五打麻将 下五打麻将 你又找第三个了 一天就做三的饭 我当时说 我说你打麻将 我跟你做三的饭 我都该跟你当麻将 我最防的打麻将 虽然陈大爷 曾经历过三次婚姻 但杨大妈 却似乎并不介意 他要问一下 陈大爷将来的打算 愿不愿上县城 对于去杨大妈家生活这件事 陈大爷似乎有些有跃 上这个猪楼中 我花老微 上你的猪楼也行 这咱俩达到一定程度 结位夫妻的时候 你看那应该条件 这个经济方面 你有什么考虑 我有工资 你有工资 这就不说了 啥都行 反正是生活能过得去就行 你的工资 我的工资 你这还有什么要求 搞一起花 眼看二人越烙越热火 这时杨大妈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听了杨大妈的担忧 陈大爷爽快的当面表态 我今天妹妹红娘在摄像师在 你拿我不当亲人 我也不是什么承诺 这是我那是我 也不是什么承诺 也不是什么誓言 咱俩几个夫妻 一旦 图画一万就画一 一旦你要躺在抗上 老陈你给你请待我端腾脑药 老陈伺候你 你能做到 他给我发的相片 我就给说了 我瞅这也是个忠厚点 老陈你躺在抗上 给你请待我端腾脑药 你别说了我感动 陈大爷一番掏心掏肺的表达 让杨大妈瞬间感动 最后二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相亲宣告成功 大叔大姨来乡亲 黄昏恋礼寻激情 两人见面不到一个小时 大叔就上高速开婚车 找老伴不就是享受爱的缠绵吗 老铁们点个赞 咱们继续往下看 今天的相亲男嘉宾杨大叔 68岁上 退休金3000家 杨大叔长相蛮有个性的 脑门亮来头发熄 头发熄来顶上光 一看咋像做山雕 咱雕哥在上期相亲中 霸气侧漏 要求大姐24小时 形影不离 吓得大姐之多做 结局就是大姨没同意 依次不成 转天大叔就联系了咱红娘 别看大叔脑门亮 走起路来特别棒 咱红娘也感叹 杨叔这腿脚行啊 走得真坏 大叔你是上午栽树下午取材 心太急了哈 你这火急火燎的 赶紧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啊 相公咱节目的王国瑜 他这眼我一看嘛 就是这个眼吧 就是一个 心机善良 两者他还不吐气 还不阳气 大叔说了 自从上次相亲节目大姨露了脸 他就被深深留在了自己的心田 王大姨又是一岁丧傲 退休金两千家 丁红娘说有人主动要求见面 大姨是捧着鲜花坐飞机 美上天了啊 虽然嘴上说推脱 其实心里早就桃花躲躲开 你想不想想过说 哎呀有人看完节目 还相忠你了 没有我没那么想 我没那么想 他让你们电视台网 啊说那个 我看那个节目 他也是相忠 他也是相忠 他咋不相信啊 那你觉得他相忠你啥了 都你猜猜 马相忠我就傻这儿了 太执着了吧 为了给大姨留个好印象 大叔是上门不能空着手 饲养水果是双处 希望交个好朋友 看来这次铁了席要脱胆 可拎着水果见面 大叔咋问候大姨去犯了难 对啊 激不激动啊 你上门了 激动 激动 想好这句话要说啥呢 妈真想你教育我啥说 我说你好贵 你好贵 我说大叔 你又不是大姑娘上花教 头一回 这又是激动又是紧张的 可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能不能拿捏住大姨 就看你这一哆嗦了 哎妈真是老掉牙的虎 雄心在呀 打一口气就爬上了六楼呢 大叔说了 为了见到新一的女人 竟然上十楼也都值了 看有一点 有点是心动的感觉 我看到 相忠相忠 嗯 行 相忠嘛 这个还行 上次那个不行 心动了 人飘了 大叔也就不装了 来 直接的上硬菜 我爱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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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飞 天仓仓仓也茫茫茫 硬和大爷相亲上来就场天堂 熬一嗓子差点就让大妈住进病房 老年相亲的搞笑程度 堪称王中王 看完你一定会笑到直垂墙 又见面了叔 太好了 又见面了 李大爷今年七十一 酒量号称一等一 平时除了爱喝酒 心里还藏着想倒叉门的小九九 首先今天不痒了 一个人 让往将来我这心思不定南京上哪的 真要找老伴倒叉门去的话 哪给我出差 等会儿说 我听这话怎么还有倒叉门的意思 我记得之前给咱找老伴 我就记得啊 那时候就是的 哎呀我可舍不得我这个房子 我可舍不得我这大院 不卡了就会改变想法了 跟哪都过日子 俩人乐喝 那天有所有笑的该多好了 大爷姓别男 爱好女 愿望就是找个好老伴回家亲抱去 人家是为兄弟两肋插刀 大爷那是为了爱情能插兄弟两刀 而之所以会如此迫切想要寻找第二春 是因为平日里没人帮他烧饭拔菜们 只要是能填饱肚子的 不管是冷还是温 统统都敢往嘴里吞 我都不怕你笑话呢 你看我吃那东西 都不用下锅 都不用火 又不会不敢烧 这都一只三个核桃 这是干澡 这是葡萄干 这不是零食吗 不得我 我就当成刀 这不省事吗 还省省菜的 打茄子酱不会 闹茄子整不好 茄子下来就吃茄子生包 俩茄子 黄下来俩小黄瓜 也喝得有就这个 都省着 都省着糊弄啊 大爷厨一息疤难 时辰见了只打仗 顿顿糊弄不吃米 阎梦夸你好身体 就照大爷这么个吃饭 厕所迟早都得被蹲垢 而为了尽快解决吃饭问题 大爷也是急切想找个会做菜的老伴 主要是身体好性格好一点的 随和一点的 咱也得随和点的 发动出口堆一点的 多少开点吃的 有点充饱的 我是奔这个找的 身体好性格吧 我就出钱让你了 会聊天会说话 保你每天有肉香 这不巧了吗 大爷提出的这些要求 眼前这位姓陈的大妈 正好样样都符合 很着急了 是不是 又见面了 陈大妈今年60岁 一心就想把婚拍 虽然长得有点像王宝强 但是丝毫没影响 他要寻找好情郎 他年龄吧 我都不在乎他 他多大年龄都行 比你大十岁也行啊 行 最低马的说 我瞅你得顺眼呢 你别长得 我都不够管 你说谁能够管吧 但我有一个 最不合理的引力的要求 我得要举行一场婚礼 就是跟你俩爱婚 我得要一场婚礼 就是不 不进人情的要求吧 我得要一场婚礼 没婚礼我不干 你明明正娶我 对不对 我得要你重视我 最低马的 你在你心里中 有我这个位置 不要彩礼 不要钱 婚礼就能笑开言 无需男的长太帅 五官端正就能爱 还不快点 爱特你那些 单身多年的好兄弟 再不抢 大妈可就要被抢没了 而在听完大妈 提出的这些要求后 小红娘立刻就 安排了二人相见 这个就是那个 熟家这个 这个房子 这个大院 这熟 熟就是 没看着咱们的 这是 熟呢 烙鱼呢 要不怎么说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 大爷特意在建河里 捞了足足一小时的余下 得亏这次来的是大妈 这要是换刘亦飞过来 跟他相亲 我估计他都得 直接潜到东海龙宫里寻跑 反正不管怎么样 大爷的这番行为 是彻底打动了 大妈的芳心 大爷行不行我不知道 大妈你是真行 上来就直言看中别人家的院子 你也不怕被大爷误会是涂他的钱 但大妈却说了 智慧书节智慧过 智慧书下你和我 我只需要动动小嘴 就能把大爷夸到找不找本 我19寸是一米七六 你现在可是没有一米七六的 别凉了 爸 你比我已经高不点 不用高奶 我这相同的眼就高奶都行 我这相同的眼就高奶都行 对不对 哪点我引了 这眼还行 能顺着我眼 我都说过 我不是说挑这哪大 能顺着我眼行 别人打我一看 撕着看就是都哪行 那不行啊 这个身高和这个坨呢 不要求我坨和身高吗 身高也不知道我哪呀 真是长了一张拜年的嘴 尽说好话 看得出来大妈是真相中大爷了 面对身高跟自己相差无几的大爷 大妈依旧能找出千百种理由 将对方夸成花 一旁的大爷见词情形 也是赶紧坦白了自己缺点 生怕说的在顽顶 自己就被大妈当场拖进民政局 有样东西没跟他介绍 我怕他烦 我不能忙 我这人是土石 我不会装 我说有个大缸没缸呢 酒缸 哪是酒缸啊 这人 酒缸酒缸 酒缸也不怕 喝酒很正常 我就好喝 好喝好 你就啥也好 你都放心到哪 你没事 我这人不太有没事 你这一睹开 眼睛没限 你这个辣 大妈 你上辈子是养蜜蜂的吧 嘴巴咋这么甜呢 现在别说是大爷喜欢喝酒 就算他喜欢喝汽油 大妈也得在旁边鼓掌喊真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大爷试点试光 是大妈唯一的神话 既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个份上了 那就赶紧让二人坐下来 深入了解一番吧 一听到大妈是离婚 不是丧欧 大爷当场就被吓到到三头 生怕大妈日后会移情别恋 跟着前夫走 而为了阻止这样的家仇 大爷也是直接将顾虑问出口 我要是大妈前夫 看到这一段指定的夺到被窝里 哭上三天三夜 而在听到大妈毫不犹豫地表达后 大爷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肚臍 激动之余更是忍不住标起了高一 风在喉马在叫 大爷在咆哮 别看大爷的歌声无可救养 没准对植物人能有奇效 而一旁的大妈见此情形 也是立刻亮嗓回应起了大爷 我爱你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家乡 对不对 说的咋样 池儿甩的挺英语的 反正这些人也拿着挺好 挺好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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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最后 二人的相亲已成功牵手而告终 那么对于本期这对男女嘉宾 老铁们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见 前来相亲的72岁的周大姐 这次给老铁们张脸了 相亲过程钱不离口 要是相亲已提到钱字的多少 当成是含金量 那么这次向相亲肯定是含金量最高的了 说实话 周大姐说的很有道理 有钱能使莫推轨 没钱莫赚自己推 金钱不是万能的 没钱 那是万万不能的 即便是这样 相亲现场钱不离口 红娘的脸上也挂不住了 你们俩今天 这这营样 就漏钱 就漏钱 我们也不漏钱 但是把这丑话必然都得说出来 好了 没离开过钱 周大姐终于结束了关于钱的话题 一个正常人 又是个活了大把年纪的人 本该是看破世界万物 应是讲究活着就是硬道理的人 怎么会把钱看得这样重呢 那么她的过往一定是在钱的问题上 吃过苦受过赖 18岁参加工作了 我挣钱必然得交给我爸 跟我哥 我嫂子上大学 在家的时候花不着钱 所以说我就找了对象的时候 一看穷我就忘死争 争完了我自己花钱方便 想吃啥就吃啥 想喝啥就喝啥 原来是这样 婚前家里管的姐 这个挣钱的捞不着花钱 婚后自己当家做主 穷则思变 通过辛勤的劳动 实现了财务自由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抓住君子兰被炒的烫手的商机 大大的赚了一把 抛了一把仇的 卖君子兰花 因为在这咱这块小苗值得我五往一个 到外甚至卖五块 从长寸到全国各地 上走一礼拜 那就是一个礼拜就挣两千多呀 有的时候还上万呢 八十年代初 万元货在全国各地都是凤毛麟角 周大姐几乎是每月收入过万元 照这样来说 周大姐也是赚过大钱的人 有句俗话说吗 腰里有钱品次高 她真的不缺钱 在海南阿拉家有敞亮的海景房 这样一来 你是七十二岁高龄的周大姐 找老伴这样的看重钱财 红娘也是不理解 那姐你是不是把条件和钱这个事 看得有点过于重了 在今天那些 我确实有点看重 别看现在周大姐钱不离口 一副老财迷的表象 你可别以为她是冲了钱来的 周大姐把人品放在选择老伴的第一位 就是想找一个称心的老伴 这才在众多相亲对象中 千挑万选 选出了她的如意郎君 那么是哪一位大哥 荣幸的入了周大姐的法眼呢 原来周大姐相中了 参加过相亲节目的老伴席大哥 这对红娘来说就省事多了 一方看上了另一方 拉线欠生那可是红娘的强调 在春末夏初的恋爱时刻 周大姐在红娘的引领下 来到了习大哥家里相亲 你好 请进 莫大姐 是不是得特写 不用不用 不用特写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周树莲 你好 你好 大哥还有没有介绍了 不用 周大姐带着莫大的期望 前来相亲 俗话说期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 见到周树莫想习大哥的真身活体 失望之下 只能用谁知道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一方面矮 二方面丑点 相中的啥 我看的个儿挺高 谁知道他在我这儿 我这心思要是总不出门的行 这要是出门 一脸出去的好看吗 都是七老八十岁的老人了 脾气性格相投身体许可 在一起作伴余生就是最大的奢求了 还顾得上高矮胖瘦黑白丑俊 要挑选高富帅那是年轻时候的权利 对于现在的年都已成为过去 就别去想三想四了 你看习大哥人家就容易满足 大哥对大姐弟印象咋样 人还行 长相方面各方面 包括身高啊啥的 这都咱都不挑 这就对了 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而是需要步交梯 不需要生孩子不用考虑遗传问题 别看周大姐对习大哥横挑鼻子竖挑 这不行的不行的 来到老婆家了就得多方面了解了解 才能最后决断舍取 你看他来到习大哥的小菜园 用代入法直接把自己当成是女主人了 现在种都敢当 种小菜啥现在都敢当 现在种也行 你的工资约多钱呢 我工资不到三千五 三千三十百钱 怎么那么少呢 老婆不本身就有那好吗 老婆有补助 补助加上也就三千五 那你工资太低了 工资低 工资低 习大哥老婆身份不假 只可惜长相与周大姐的期望值差太多 七老八十的人了 过于颜面不好明说 老财迷的身份还要继续扮演 这不关于种菜的话题没说几句 周大姐话风一转 好像是财迷心性开始作怪 演出了关于钱多还是钱少 够花还是不会花的一帆争论 那你的工资也不够花呀 工资咋不够呢 就够吃够喝 还能涨下点钱 我因为花一千块钱 就乐呵的啥都下来了 连商务水电费都交完了 三千多块钱你就能生那么多 老板纯纯拿你看 作为一个基层的劳动者 没有机会去借君子兰的风头发财 更不会成为企业大老板 就是凭工资生活 能有节育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所以习大哥颇为自豪的 显摆自己又存钱 更是把自己的劳模身份 看得比啥都重要 你看我真是劳模人 我知道 那天的电视上看 这个劳模我都不拿啥 你看看就是存多钱 总共是十万零三千 十二万 你看工资上多钱 工资上还三毛钱呢 两万九千多呢 周大姐的老财迷角色扮演很成功 习大哥给他看劳模证他不看 可是真的见了存折 一把拷过去 像是那宝贝一样的翻看 习大哥收入不高人品高 就是在财迷大姐的眼帘 也是个实在人 工资卡都给你拿出了亮的 看见人说话吧 挺实在的 在老财迷周大姐这里 能得到一个挺实在的评价 也确实不易 习大哥的表现 也慢慢的得到了周大姐的认可 这乡亲好像是有了一点点的进展 周大姐又开始了 进一步的脱身行动 老财您看周大姐现在的收入 还不到习大哥的四分之一 另外还要支付连租房的房租三百元 只能剩下五百元 表面上看周大姐的物质条件差得要命 但是你看他的消费情况 就知道他是个不缺钱的人 从来没算计过 我就是从五月八号到底讲 到现在我已经花了将近一万来块钱的 也不知道干啥花的 作为物质条件好一些的周大姐 想找一个人品好素质高的老伴安度啊 年 看中了作为老婆的习大哥 没想到一见习大哥的活体真身 让他失望至极 故意装扮老财迷 希望习大哥能至难而退 这真是周大姐用心良苦装财迷 习大哥诚实善良无心机 谢谢你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85岁大爷来相亲 如今他每月花一千元 在养老院租了个两张床的单间 他希望大妈能来他这里生活 那最终他能否如愿呢 薛正欣85岁离异月收入四千元 别看薛大爷今年已经85岁高龄 但他仍每天都做这件事 我身体挺好 要不然后来能找到大爷吧 身体挺好了 要跑要去 就是我资格 平时就跑步 别的朋友 要说薛大爷的身体 那真是杠杠的 这么大年纪仍每天坚持跑步 薛大爷早在50岁时 就和前妻离了婚 那时他把房子给了前妻 自己去单位住宿舍 从2012年开始 他便住进了这家养老院 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你们是几个人住一屋啊 说 一屋有 我看他是两张床的 正常是俩人住呗 不是 这个屋吧 就算租给你一千块钱 一个人加三百 三百伙食费 再来一个人呢 一千六 吃饭干啥都有了 如今薛大爷每月花一千元 在养老院租了一个 有两张床的单间 他希望能找个老伴和他在这一起住 那样不用额外再交房租 只需要每个月拿三百伙食费就可以了 薛大爷平时没啥不良事后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养生 这个是啥呢 什么东西 插蛋垫 它就释放出来的福利值 我看你那顶上什么筋膜枪 对 筋膜枪 什么治疗仪 眼部的各种按摩仪啊 血压器都有 都有啊 为了养生 薛大爷绝对是不惜一些代价 因为他觉得花钱买健康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有一个百岁的梦想 好家伙 这一百岁都够厉害了 他还要活到一百三十岁 薛大爷你绝对是飞机中的战斗机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薛大爷也有着自己的要求 了解了薛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给他物色到一位合适的大妈 温淑贤 72岁 离异 租房住 一年总收入一万六千元 温大妈的老家在农村 如今在城里卖菜为生 之所以这么大年纪 还这么居无定所 生活的这么辛苦 都是因为自己那两段不幸的感情 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 温大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娘家 父母帮忙照看孩子 她一个人出去打工赚钱 后来她又遇到了她的第二个伴 两个人平常虽然不在一块睡觉 但在生意上 她却帮了温大妈很大的忙 可就是这样一个伴 也没能陪她走到最后 火伴的突然离世 让温大妈再次陷入无度的困境 那温大妈再着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温大妈找老伴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对方是个正经人就行 那善良的薛大爷 会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 我去薛 要薛这些 你今年那个年龄就是 八十五 真不像八十六 身体好 身体不好 我来的咋 来找老伴 叫老伴来伺候我 来的咋吧 刚一见面 温大妈就被薛大爷 健康的身体吸引住了 我感觉是行 身体还挺好 精神也挺好 你看他还跟你 也不可能的 一点不糊涂说话 当了解了薛大爷不鲜 不喝酒 也不会打麻将时 温大妈对薛大爷更加的满意了 但此时薛大爷却突然向温大妈 提出他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有什么比较重的毛病没有 眼睛总说岁数大 就是老年了 你就是休息不好眼睛 休息 睡觉睡的时间太少 别的没啥毛病 温大妈表示自己除了眼睛有点近视以外 身体没有其他任何毛病 这一点让薛大爷挺满意 接着二人又聊起彼此的婚姻状况 当听说温大妈如今干的是卖菜的小买卖时 薛大爷立刻有了优越感 她的干了碗没啥出息 挣不多钱 说哥你看感觉觉得挣不几个钱 好像没啥差的必要 但是姨这也是一份收入 经济有压力 那就是说没办法的办法 看来温大妈一个人无依无后 卖菜赚点钱也的确是生活所迫 此时在薛大爷的心里 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 这养老院的房子 他一个人住一个月也是一千 两个人住一个月也是一千 如今他只要每月给温大妈 交三百元伙食费 就能找个老伴天天陪伴自己 薛大爷的心里越想越美 为了这个如意算盘 薛大爷开始积极争取 你给他三千住房子多少钱 三千 一年三千 在外面租房子 还不如在金浪院一带的 现在养老院省事了 你交完这一千三 柴米油盐 啥都不用 这是什么玩意 你也不用吃难 管它是夏日还是下雪 还是刮风还是冻冰 干啥你就不用操心了 这么大小时了 能过这些日子 你何况不过呢 听了薛大爷的这个想法 吻大妈却表示不太认可 那我也不能上这来住 为啥不能来呀 嗯 那我能上这来养老了吗 我想就是 还得带我那地方住 为啥呀 那还是那方便呗 你要想做饭了 干啥了 上哪儿溜达了 有自由 看来对于薛大爷这个完美的计划 虽然红娘连同摄像小哥都觉得不错 但温大妈本人却并不接受 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此时不甘心的薛大爷还想再争取一下 他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 他也不能住房子自个当然过 他也想过得自宅的 怎么也不操心 是不是 谁不那么想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要有钱 我也不一定上养老院 我愿意过自己的独立生活 温大妈这一番表态 彻底打碎了薛大爷养老院取妻的梦想 而此时面对心仪的温大妈 薛大爷又拿出了他的第二套访案 是 我说他以后再三年来 那好吧 我也不一定说这个金老院就是好 就是家里好 我也没说绝对了 薛大爷的这个表态果然奏效 温大妈也当面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没啥意见 因为咱的大哥挺好的挺优秀的 长的颗头 那个这么大岁数的身体素质还不错 可以后天再联系联系 叔叔你说平常俩人想见面 你说俩人是你过去啊还是 就是我过去的 最后二人互留了联系方式 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